屁東教育大學的景觀池 最近也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 因為有一句女扶詩 而這句女扶詩 是一位72歲的洪姓老婦人 是附近的民居 雖然經過初步的判斷 排除她殺的可能 但是因為屁東教育大學 是標榜友善校園 在學校裡面沒有圍牆 24小時開放 出租可以見到警示標語 或者是設置緊急電話 但還是發生了這樣的意外 學校說未來在安全上 還會更加強 校門口旁的景觀池 圍上封鎖線 因為有一名住在附近的 72歲老婦人 竟然被發現逆逼在這裡 只是水深大約到膝蓋的景觀池 周圍有護欄 又種植了許多植物 老婦人怎麼會逆逼呢 如果從這邊摔下去的話 這邊一定會有壓痕 會種植這些蕨類 或是這些矮梨 就是避免讓民眾 或是小朋友太接近 造成危險 校方也很納悶 老婦人怎麼會溺斃在景觀池裡 不過景觀池周邊設施老舊 還是前幾天下雨因素 造成這些意外 這些都還要再調查 雖然警方正式排除他殺可能 但是位在屏東的教育大學 一向標榜是友善校園 不但拆除圍牆 校園更是24小時開放 甚至叔叔可以看見警示標語 以及社友緊急電話 只是做了許多貼心的設計 發生意外地點卻沒有監視器 學校除了表示遺憾 並且會配合警方調查外 對於校園的開放 他們還是要走友善路線 好的一個措施 不會因為音樂會使校園的安全 我們繼續更進一步的 來加強 小心一點 晚上就要小心一點 對 學校表示會再加強安全措施 但還是要提醒民眾 深夜進出校園 可要小心點 盡量往明亮處活動 明星五 紅明生 屏東報導